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时也有点被推着走的意思 原来不能这么简单地弄 人家也不负责任 人家现在想把这事情做好 咱们也得把这事情往好里弄 真正弄点像样的东西出来 刚好条件也具备 情况也都人手 各方面都挺合适的 那就要做这个事情 做下来以后感觉很不错 因为当时我自己也是没有工作 也是在失业状态下 拿那个钱出来做这个东西 确实当时的情况还是挺不容易的 一件事情把它做成 任何一件事情都包含了很多人的努力 很多人的付出 包括那时候 我现在想想三徒天 杭州的三徒天大家都知道 那么热 就在中餐公路那场录音棚内套 小清行那套 满花清行 然后就把那个门给给他们关上 然后咱们闷在里头做了 除了跟桑杂似的 真的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做的那个 确实背后有太多人的这个付出了 但是确实最后出来的效果挺轻费的 我觉得 哎呀咱们 就是这个地方啊 有自己的东西 老陶自己掏钱 搞演出 把老陶唱片 然后后面去做演出的宣传等等等等 这个行为 真的意义比它的效果要大很多 当时有了这个想法 就是也有这么多乐队 很容易做到这件事情 然后我当时是负责了一些乐队的录音 整个的录音的过程是比较痛苦的 因为当时是 就是 盛夏 非常的热 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也没有空调 也不敢开电扇 因为录音嘛 在桌山东路的麻花的那个前行里面 而且当时还是世界杯 我因为录音所以好多比赛看不着 当时比较痛苦 录音的过程是比较痛苦的 然后最后做出来还是比较高兴的 因为 它是一个存在在那里的东西 它能够记载那个时候的事情 现在当我们翻起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会感觉比较欣慰 从音乐上来说 我觉得也比较风格比较多样 也是一个杭州摇滚音乐的 可以说是一个代表的专业一个作品 合集的意义是有的 这绝对就是说 现在在做一个杭州地下摇滚合集 估计很多就是力不从心了 首先就是乐队资源 不够了 有很多也是该晒了晒了 该转变了转变了 所以那个时候记录了就是杭州 然后也比较顶盛的一个事情 至今为止我对这个唱片 还是非常感激 如果没有就是很细致的去 做你这些录制工作的话 你不可能以后有机会再去 再去有一个反复去听的一个兴奋 听到以后你会想起以前的事 这个其实很多是超过音乐之外 你说听歌你不是在听他的琴怎么弹 或者我这以前弹的这么烂 而是听到这个旋律以后 你会想到你当时生活的感觉 有一个合集当然好 因为从来都不会想到说自己去发唱片 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乐队又不成熟 能参加到这个歌迹里面 我当时感觉是很荣幸 就是我的音乐在里面再怎么差也好 这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 还挺美好的 虽然说音质什么各方面都不是太好 但当时还是算一个比较纪念 比较标志这么一个东西 杭州也终于有自己的地下乐队合集 那时候比较振奋 机会嘛 这也是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 就是那时候乐队也在录音这块的技术 要慢慢承受起来 就是说 能第一次给杭州留下这么一个成果吧 就是大家乐队凑了这么一张专辑 妈 跟以前的音乐小冲 它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音乐小冲是一个介绍的性质 然后呢 它收的音乐风格啊 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限制 只要是原创的作品 三分道50广场这个合集呢 那开始就是说 定位应该分享进去了 乐队都是相对来说 比较尖锐一点的 然后整体的定位呢 也是定位 定位在那些应该说是 死党嘛 面向死党的一张专辑吧 等一张专辑 一张专辑 正值典 在这一张专辑 一张专辑 一张专辑 要搭轮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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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